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或许可以很容易的能够看出来每一行它所代表的含义 以及它所起的作用 但是以后我们的程序可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有可能一个Java文件就具有上百行 而一个完整的程序则由众多的Java文件所组成 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程序可能具有成千上万行的代码 那么每一块的代码具体代表什么意思 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为什么当初要这么写 我们不可能全部记得住 尤其是事过多时 我们反回头了再来想 可能根本想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这么来写了 此外一个项目也不会只有一个人独立完成 那样效率太低了 多人合作就是要给别人说明 你所写的代码到底起到什么作用 以方便他人使用 也方便自己更正 那么对于这种说明性的文字呢 就是程序中的注释 那么注释 它不会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而被执行 它不会影响运行的结果 对于程序设计者来说 一个合格的程序员 他必须具有给程序添加注释的一个习惯 注释可以增加程序的可阅读性 注释最重要的目的就在于提高代码的后期维护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花费了一些工作时间而写注释 那么可以为以后节约更多的时间了 对于程序阅读者来说 注释能让读者更清晰的了解程序的目的 以及设计者的思路 对于企业来说 当人员接替时 它能够保证稳定的过渡 注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原则 只要有助于对程序阅读理解的注释呢 就该加上注释也不易过多 也不能太少 一般的情况下 原程序有效的注释量在20%以上 而注释语言也必须简洁易懂 含义要准确 防止注释的二异性 如果注释的内容容易产生歧义 那么注释的目的就没有达到 但是在事实上 我们部分刚入行的开发者 由于个人的短视 看不到或者看清注释对未来的意义 所以不添加注释 那么要么呢 就是过于相信自己的理解能力了 而不愿意添加注释 那这种倾向呢 是比较难以纠正的 那么让他多维护几次 很久以前写过的代码 那么逐渐他就会改变这种恶习了 那么另外还有更糟糕的 不愿写注释的理由呢 是有人故意 让代码只有自己能够看得明白 他不希望别人能够看得懂 所以他故意不添加注释 他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地位 遇到这种人 公司最好的做法 就是早发现早清除 那么代码注释分为三种方式 第一种呢 就是单行注释 第二种是多行注释 也叫做代码块注释 第三种就是渣瓦文档注释 它注释也是若干行 它可以将注释的内容 写入到渣瓦道克文档中 我们常常将这种注释写于 class的上方 或者方法的上方 我们现在从左侧的截图中 我们能够看到 以斜杠 星星开头 以星号斜杠结尾的 这种注释呢 叫做文档注释 那么多行注释呢 它是以斜杠 星号开头 以星斜杠结束 那么单行注释 则是以两个斜杠开头 行末进行结尾 那么我们如果要是使用 集成开发环境开发的话 那么文档注释呢 显示的是这种淡蓝色 而多行注释 以及单行注释 显示的都是这种绿色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Hello World的程序 在添加注释之后的样子 好 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之前所写的 Hello World的程序中 我们双击打开 我们现在给这个 Hello World的程序 我们添加注释 首先我们在class上方呢 我们添加一些文档注释 斜杠两个星号 接下来再以 星号斜杠结尾 我们将注释的内容 我们添加到这里头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注释的内容呢 是包含在 这两个定界符中间 那么我们接下来 在main方法上面 我们也添加注释 好 斜杠 两个星号 星号斜杠结尾 我们将注释 保存在这其中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输出语句上方 我们增加上多行注释 好 斜杠 星 换一行 按type键 星 斜杠结尾 我们将注释 添加在 这两个定界符中间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在这个行号之后面 我们增加 两个斜杠 将我们要添加的注释 我们复制其中 我们现在来点击保存 我们现在呢 是使用记事本来添加注释 似乎添加注释呢 并不是这么简单 那么 我们如果要是以后 使用集成开发环境 来开发的话 那么注释就会有感知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 想在这个上方 添加文档注释 好 斜杠 两个星号 接下来按回车 那么自然 它会将后半部分 给我们补全 并且 这个文档注释中呢 能够给我们提示 一般情况下 我们往往会在 这个类的上方 我们写明 当前 这个类的作者是谁 好 我们再按 圈A 还可以出现 版本号 等等等等 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而且在这种文档 注释前方呢 每一行前方 都会有一个星号 这样看起来 非常的整洁 那么同样 对于这种 块状注释 也是多行注释来说 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按斜杠 点击信号 按回车 那么后半部分 也会给我们补全 我们只需要将 要注释的内容 添加在其中 而每添加一行的时候 前方都会增加上 一个信号 当我们要是使用 这种单行注释的时候 实际上 我们可以使用 快捷键 Ctrl 加上斜杠 那这样呢 就会给我们添加 两个斜杠 这就是单行注释 好了 同学们 我们的注释 都已经添加完毕 我们接下来来对当前的这个Java文件 进行执行 好 我们现在按上键 我们之前有历史记录 我们找到JavaC这个命令 好 我们现在执行JavaC 后面空格 Hello World Java 好 我们现在按回车 此时给我们生成了 Hello World class 这个文件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实践一下 JavaDoc 这个命令 好 我们现在按上键 将JavaC中 这个C 我们更改成Doc 那么通过JavaDoc这个命令 可以将我们Hello World 叫Java中 我们所写的这些文档注释 把它总结到一个文档中 好 那么后面呢 我们得需要增加上一个参数 叫做-D 而D呢 是Directory的缩写 也就是目录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将我们刚才 所写的这种文档注释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文档中 那么这个文档的名字 叫做什么呢 实际上也就是这个 文档所在的目录的名称 我们起个名称吧 就叫做 Hello World 下滑线 Doc 好 我们接下来按回车 此时给我们输出来 这么一句话 说 找不到可以文档化的公共 或受保护的类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如果要是使用 JavaDoc这个命令 那么我们这个class前方呢 一定要加上public 而事实上呢 我们的class前方 都应该增加上 类似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再次保存 按上键 重复执行JavaDoc这个命令 好 请大家来看 此时程序执行了很多 并且 在我们当前 这个JavaGunFair目录下 生成了一个文件夹 Hello Word下滑线Doc 好 我们现在打开 里头包含有CSSJS 以及一堆的HTML文件 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文档文件 好 我们找到它的入口文件 index.html 我们双击打开 此时大家能够看到 我们当前 这是一个对刚才我们所写的 Hello Word这个文件 它的一些文档的描述 那么这一块呢 是对类的描述 刚才我们所添加的这个注释 实际上就在这里头得以展示了 那么再来看底下 我们在这块呢 能够看到 这就是我们刚才 在那个main方法上方 我们所增加的这个注释 好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块增加注释的时候 那么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 我们在增加上每一行的时候 我们增加上了一个BR 事实上呢 这个就是html文件中的一个换行 我们在这儿并没有增加换行 所以刚才在我们的文档中 第一和第二中间并没有换行 好 我们现在在这块增加上一个换行 BR 大小写对于html文件来说 是不区分的 好 此时我们再重复执行一下 Javadoc这个命令 按回车 好 双击运行当前的index.html 那么此时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main方法 所在的注释已经发生了换行 出现了三行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讲的 这个Javadoc这个命令 它的这个具体的用法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在文档中 使用了这种文档注释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Javadoc这个命令 将这些文档注释的内容 以html的文件形式 生成关于这个文件的说明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 Java文件中如何添加注释 以及如何将文档注释 转换成Java文档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么同学们 先休息一会儿吧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